哈喽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我的课程 我的课程名字叫 数位互动程式设计与创作 这堂课最终目的要让你 能够写程式 透过写程式的方式 去创作音乐 甚至用这支程式 你可以跟音乐产生互动 里面我们会学到 这个程式软体的发展 还有程式的逻辑 特别在音乐的设计上 此外当然一些达谱软体的应用 还有一些音乐的理论的基础 也会涉及到 譬如说我们怎么去读这个五线谱 这个五线谱到底怎么看 还有五线谱跟键盘 钢琴键盘的对应关系 这些当然都是会协助你 让你产生比较好的音乐的敏锐度 那我们在课堂内 我们主要会以这个一首古典乐 巴哈的 Parluin C C大调的一个序曲来做范例 然后我们的旋律线上 我们会加上这个古诺的旋律线 透过这样的练习 我们可以去学习这个名家创作的精神 我们在这个乐理的知识的探索 我们也会有一些细节 包括这个和弦 和弦怎么建立 三和弦的建立 还有这个不同的和弦的定义 还有这个和弦 怎么去转位等等 那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课程 大概这个是我们的课程的架构 请不吝点赞 订阅